欢迎来到赵理说事 今天对于很多互联网公司来讲 加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996 很多年轻人一提到这个词 头都要痛 甚至有的互联网公司还恬不知耻的说 如果我们有的员工只照顾自己家庭 不来加班 不为企业添砖加把的话 我们要开除掉这些员工 只是中国人在加班吗 倒也不是 我们发现东亚民族还真的都有加班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看看日本人加班的状态 长久以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印象 日本人是特别愿意加班的 而且跟咱们中国不同 中国好歹是很多新生企业 互联网企业 人家要追求这个KPI 追求这个效率 所以要加班 很多传统企业未必加很长时间的班 日本不一样 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要加班 而且日本人还有这样一个很严重的从众心理 或者说集体主义 对于一个大公司来讲 别人都加班 你一到点就走了 那你会引起同事的不满 甚至领导对你也会没有好脸色 你会融入不到这个集体之中 所以在日本很多加班的都不需要领导讲话 大家是自觉自愿的留下来加班的 甚至加班费都没有的 而且对于很多日本男人来讲 他们特别喜爱的是 集体加班之后 一起找个小酒馆 喝点酒 吃点饭 交流 交流感情 这也算是一个团建 也算是一个跟同事之间沟通感情的机会 甚至对于很多日本家庭主妇来讲 丈夫长时间加班 很晚回家 那都是个正常现象了 有的日本家庭主妇 甚至跟丈夫抱怨说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 你是不是在公司不受人待见了 你以后如果每天都回来这么早的话 我都没法跟你过下去了 也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加班 让日本的年轻人 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都非常巨大 最近几年来 日本人因为天天加班 而导致过老死的案率 是不断增加 这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重视 前几年 日本政府还在全日本范围之内 推了一个超级星期五的计划 这个计划 就是鼓励日本人 不但不要加班 还要早一点下班 日本政府规定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 被定义为超级星期五 在超级星期五那天 所有在日本职场工作的人 你下午三点就可以下班 提前两三个小时下班 好好享受一下周末的生活 结果大家知道吗 日本政府这个倡议啊 大概只有百分之两点八的企业 在本企业之内推广 有百分之七左右的企业呢 在本企业之内啊 贴了个通知 有接近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企业啊 连通知都没有通知 换言之 日本政府的这个超级星期五计划 彻底失败了 后来有人统计啊 全日本范围之内 大概只有百分之四的人 享受到了星期五下午 三点下班的服务 前几年 日本政府又深感啊 各企业加班的人数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日本还想了一招 怎么办呢 他们去统计了一下 各大企业加班的数量 把加班人数最多的企业 公事出来 想利用这个方法 好好羞辱一下这些大企业 也算是把他们掠到了黑名单之中 可是这个方法还是不奏效 到了今年四月份 日本政府终于要出重手了 日本政府修改了相关的劳动法规 明确规定啊 任何企业 你要求你的员工加班 每个月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也就是说 每天不能平均超过两个小时 每一年综合下来 不能超过三百六十小时 而且日本政府说了 这可是一个严刑峻法 未来如果发现哪个企业 破了这条规矩 至少每人就要罚款 三十万日元起 日本政府也是希望通过 这样的重拳出击啊 好好治理一下加班的文化 防止大企业对日本劳动者的剥削 反过来讲 其实我国相关劳动法律 对加班也是有着严格的规范的 我们也真是希望了 劳动部门能够重拳出击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意识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意识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意识